我剛剛特別說 我們這集的節目 獻給許許多多 已經進入老年人的 老齡社會的人 還有他們的子女 以及關心這個議題的 所有台灣的朋友 非常感謝我們的記者 白倩瑜 李瑞 玉 曲紀瑤 呂宜清 對於我們這一集 所有節目的內容的介紹 事實上這是一個很痛的事情 失智症當然是一個 無法真正完全預知的疾病 但是他如果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可以免於他的失智症 發作到最終完全不認識 跟完全沒有生活能力 台灣也有所謂的失智協會 組成失智協會的理由 是這些家屬太痛了 他們決定彼此互相幫助 互相的複製 我們特別訪問了 台灣大學的神經內科醫師 邱明璋 他也是台灣失智協會 最竭力推薦的醫師 他告訴我們大家 什麼叫做阿茲海默症 如何認識這個疾病 這個疾病的初期症狀是什麼 早期治療的重要性 他也很欲重心腸的談到 事實上照顧他們的人 如何心力交瘁 而你我每一個人都會老 我們不知道誰 會患阿茲海默症 過去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美國的總統雷根 他是阿茲海默症的患者 最著名的英國首相鐵娘子柴切爾 是失智的患者 在失智面前 人人都平等 我們不知道誰會成為 阿茲海默症患者 誰將是他的親人 誰是他的子女 不要輪到自己的家庭的時候 再來喊我們的政策在什麼地方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阿茲海默症的特徵 及早治療的重要性 跟台灣的現況 熟悉的巷弄 相伴多年的至親 有沒有想過 他們會在短短幾年內 全數從記憶中抹去 他們當中 有些真的很大年紀 有的卻正直撞年 人生從頂點回歸原點 宛若自由落體 紀念而已 失智的定義很簡單來講 就是說他有認識功能的下降 必須影響到他的生活 職業或社會功能 阿茲海默症其實是 失智症裡面一個大宗 大概大部分有五六四%以上 初始症狀大概都是以記憶為主 就是記憶的逐漸喪失 包括說會存物問題 會容易迷路 然後再接下來 可能因為找不到東西 會有一些失竊的妄想 就是被偷竊的妄想 還有就是說還有可能一些吉他的 包括說在空間計算 語言能力各方面的一個 多方面的一個下降 剛開始他們只是記憶迷航 看起來和正常人沒兩樣 但稍不留意退化程度 就會如脫江野馬 再來他的定向更糟糕 他可能搞不清楚現在是 民國幾年幾月幾日星期幾 甚至說白天晚上會弄錯 然後在熟悉的樣子找不到路 甚至中度以後 有可能在家裡也找不到房間 找不到廁所可以回去 然後他社區功能 當然就幾乎沒有辦法自己出門 到附近去活動了 家庭的功能也不行了 也不能做家事了 如果你叫他煮菜他也不會煮 然後煮飯可能忘了加水 水也加不準 忘了加鹽 甚至中度以後有可能會把 沙拉托當成沙拉油來加 這些都有可能 這整個進程大概多久了 平均來講全世界阿塞巴 大概是7政府0.5年 7年上下 但是這個跟每一個人個別差異 其實照顧是不是很好有關係 像雷根就照顧了19年 他美國總統 所以有人在開玩笑他在 土耳熊辦公室的時候已經發病了 全球不少名人都曾為失智所苦 除了美國前總統雷根 英國首任女首相柴契爾晚年失智 向來口才遍及的他 最終連語言表達都有困難 家人也不認得 目前講一句很喪氣的話 我們如果說以藥物治療方面 目前沒有任何的藥物或是治療方法 可以使失智症或是阿塞巴默症 可以停止他的惡化的病程 也沒有辦法可以使他逆轉 雖然人類花了超過260億美金 在藥物的研發上面 通通丟到水溝裡面去 原因就是說 以往我們的治療都是在 輕度或中度的人 阿塞巴默症 開始做臨床試驗 但是我們知道說 以病理的觀點來看 輕到中度的時候 你的病理已經在六期 因為你是第三期 第四期以後 所以裡頭神經的破壞事實上 是相當的嚴重 所以當然不可逆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的臨床試驗 都是提早到早前 非常早期 輕度 輕度認知障礙 甚至在臨床前 就開始做研究 在做臨床的治療 台灣目前失智人口 在2014年底的最新統計 是23萬9千人 足夠以每年700萬人 高倍數成長 相當於每4秒 就有一名新的罹患者 但多數病未求診 家屬和病患也求助人 你說他是個病 不了解的人 根本就認為他很好 不是個病 你說他不是個病 帶的人都 其實有七成以上 都說想弄死帶走 只是他們可能 沒有說出口 我也不是說 我弄死我媽媽帶走 是很光榮的事 可是我很痛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能幫助我們 可是你說像送去日照 我就負擔不起 因為一個月一個月很快 我已經帶了八年 二十四個小時的 我如果送我媽去日照的話 就算政府給我一點補助的話 我也一個月差不多要花一萬塊 一萬塊一個月一個月 一年一年很快就過了 而且後面的路還很長 於是在民國一百年 台灣由失智症協會 打造出第一個家庭行事的病友互助團體 不只是病患生命的出口 也同時對他們身邊的主要照顧者伸出援手 其實我們在看失智病人的時候 我們除了病人本身的一個照顧之外 我們還要照顧一個隱形的病人 那這隱形病人通常是他的主要照顧者 因為失智到一個程度之後 幾乎需要有一個人 二十四小時陪伴著他 而且他們這些 他在他們做失智的人 也會很依賴這個單一照顧者 可是你如果二十四小時 照顧同一個人的話 沒有人可以體力可以忍受得了 尤其是你旁邊的一個人 他一天到晚跟你問醫療師 問十幾次的話 那個真的是要很大的耐心 要不然會翻臉 吵架 挫折 憂鬱 然後他整天盯著你 說你出去就要去 我們八十歲的阿嬤要去 跟外面的四十歲的小伙子 有什麼外遇 阿公九十歲阿公不給他出去 跟得緊緊的之類 那壓力的累積 像精神行為的增長 其實是照顧者 有一個很大的負擔 轉眼球天照 依然都軟黃 照照片呼吸 夜夜不相忘 期待收花開 最開始的時候 在我們協會只有 有一個叫瑞智學堂的服務 那個瑞智學堂一個禮拜 長者就是參加一次的課程 那一次課程就兩個小時 那家屬跟長者來參加了之後 覺得這樣子來參加學堂是很好的 可是一個禮拜只有一堂課太少了 那想要再參加第二堂 又沒辦法 因為已經都滿了 所以那個時候家屬們就說 我們把學堂的空間 提供給他們用 那一個禮拜一次開麻將班 就是開兩張麻將桌 讓他們自己打 長輩跟家屬就可以很開心的 過一個早上或是一個下午的時間 那我們總共服務過了 大概有180幾個家庭 那目前穩定在使用的有45個家庭 數啊贏 贏啊 贏啊 贏多少 贏啊 贏多少 贏 贏 多了耶 可以數一下嗎 數一下看看贏多少 等一下 贏多少 一千多少 好幾千啊 好幾千啊 很多的長者其實不太 跟自己的家屬配合 那但是來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這些長者呢 跟其他的家屬就很客氣 很願意配合 那反過來是我們的家屬 對自己的長者 很多時候耐性很不夠 可是呢 當面對別人家的長者的時候呢 那個耐性就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叫做一親而故 當一親而故發生的時候呢 長者很開心 那家屬呢 也覺得照顧起來輕鬆很多 由於全球人口快速老化 專家預估 失智症人口 平均每二十年就會翻一倍 換言之 以二零一零年全世界統計 三千五百六十萬失智人口 可能到二零五零年時 就會超過一億一千五百萬 而中國 印度 台灣 更可能超過兩倍 因此 一些大規模的全球試驗 都是著重在急早期 甚至發病前 就要開始做治療 那可可樂的生物標籍當然 包括神經學影像 像核子公正 去看看它的海馬 是不是有萎縮的現象 或者說正直噪音 看到現在的蛋液是不是下降 或者說正直噪音 去看到 雷電氧蛋白 是不是在腦中已經有成績 那現在還就進步到 濤蛋白的一個正直噪音 目前台式大自己轉的這個技術 我們叫做磁減量的一個偵測技術 基本上它也是用免疫的方式去做的 但它並不是用免疫的方式去 並不是用光學的方式去看 它是透過說我們市場的敏感度的改變 用間接的方法測到濃度極低的 這些不正常的蛋白質 來做一些鑑別診斷 但無論體內有沒有不正常蛋白質 知識症的判定還是要回歸臨床 通過量表確定記憶人格和語言上的變化 以及執行功能空間辨識能力是否下降 一個看似伴隨老化而生的正常現象 如今正讓全球如臨大敵 尤其是看似衣食無缺 衛生條件也良好的已開發國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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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